传运公司 我们要把车运回洛杉矶了 因为Lukas在二湾的学校开学了 我们要回二湾了 让我先看你的车记录 然后你的车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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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需要的 我已经拿到了 好的,谢谢 手续办完了 现在去把车丢在那里 他们过两天就帮我们运走了 在美国如果你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旅游 几天的时间 那你租车最划算最方便 但如果你是去一段时间还比较长 那你就算一下是把车 自己的车运过去划算 还是在那边租车划算 那对我而言我在这边的时间比较长 我会运过来比较划算 所以呢我就把车运过来 走的时候再运走 然后在那边取的时候 是可以你本人去取 也可以别人帮你去取 你要提前留下它的名字 那我们现在就把车丢到那个停车场就可以了 像我们这个是海运时间比较长 差不多12天13天才能到 那如果是陆运的话 比如说你在西雅图到尔湾来 那只要4天时间就可以运到 所以你如果待的时间长 其实把车运过来 比租一辆车要划算很多 你在运车的时候 车里不能放任何的私人物品 除了儿童座椅之外 所以整个车是清空的 然后油箱的油要少于四分之一 减轻重量 检查员正在检查我的车辆 然后确保所有的划痕被记录 然后之后在那边提车的时候 就不要有纠纷 我在这里第一次见到这种圆锥型的 露朵型的杯子一次性的 很有意思啊 把耳增掉 扔掉 因为我们的车运走了 所以奔来接我们 然后今天任务一起吃个饭 吃个送给你 好吃啊 现在我来分享一下 我跟Ben一起健身的时候 Ben对我提出来的一个最好的建议 那天是这样的 我当时坐在健身器材上这样 在休息 然后Ben就拿出来他的手机 给我拍了张照片 他给我看了一下我脖子上的颈纹 就我虽然不是很胖 但是当我在坐下来的时候 我的脖子上有一道纹 就显得我有点胖 但其实这个不是因为胖引起的 而是因为我的坐姿引起的 我在坐的时候我就是这样 寒胸驼背 然后我自己把我自己 看见 脖子上挤出来一道肉 所以他就跟我讲 我应该打开我的胸 然后我就发现 他再给我拍到照片里面 脖子上就没有那道纹了 然后他就跟我讲 就包括在走路的时候 站着的时候 就过去我站的是这样 然后他说你应该打开胸 挺起来 对 让这儿感觉这儿在有一个墙靠着 所以从那以后我就觉得 我会不时的提醒自己 觉得应该是这样的 不应该是这样的 那这样你感觉整个人是垂头上气的 包括我平时背着包走路的时候也是 我会不由自主的 会这样 这样走 就觉得很不精神 那如果这样以后呢 就觉得整个人 这是我从不能那里受到的一个最好的建议 我想分享给大家 就是每一个人 只要这一个小小的动作 打开你的胸 打开你的胸 你整个人就感觉 神清气爽了很多 那别人都喜欢跟这样一个 看起来很阳光很自信的人在一起 都喜欢这样 垂头上气的人 我觉得我们的这个外表的这个形态呢 都是由日常生活习惯而决定的 之前上学的时候 学生年代会有很多的一些活动啊 运动啊 让我们就是能活动到我们身体的所有的一些关节 就是所以整个的那个学生的形象会很好 然后后学生时代就是有太多的就是在办公室里边的那些生活习惯 天天面对着电脑 每天多一些呼按运动 然后让这些运动带动你的这个关节 身体的每个关节都运动起来 我觉得这个是从根本上来来改变我们的这个形象 我以前分享过一篇文章就是 关于女生如何练背的 我想再次提一下 就如果大家没看过的话 去我微博看一下 真的很重要 女生的背练紧致以后 你真的自然然就会这样 因为你的背很紧 那如果女生的背没练好 就会比较妥圆尖 所以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打开你的胸 背挺直 就会好看很多 甚至会高一些啊 我平时这样的话就觉得 1米7 1米73 1米76 1米73 1米76 你看我们家亲爱的阿古 就圆尖 挺起来 挺起来 挺什么 挺起来 有没有 先挺起来再说 就没有 怎么挺 好 临走之前 奔请我们喝这边非常著名的一个绿茶 我居然都不知道 这个确实跟一般的抹茶不一样 很好喝 这就是所谓的口碑效应了 我们还堵车特意跑过来 跑了四十几分钟买这个 笨的这个推荐果然没有错 它自己家店的这个地方做的比较好 就是它的冰我不知道怎么弄的 它冰上面有一颗颗的小孔 然后这些抹茶的这些味道 就会进到冰里面去 所以吃的这个冰的话也有抹茶的味道 这是一个小秘籍吧 创举好喝是不是 我喜欢抹茶的 他不喜欢抹茶味的 我喜欢喝那个宝宝 没有了 哦,你吃零,OK 你吃零了,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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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吃零了